大家早晨,大年初二 先跟大家讲讲美股的最新形势 未讲美股最新形势之前 大家都知道,近期港股的表现是好的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美股累创历史新高 拖着港股上去 或者你可以说港股跌不下来 第二个原因就是北水 北水在今个月9日就开始南下交易暂停 如果我们计算在今年1月4日 即是第一个交易日 至2月8日为止 大家知不知道 这些北水流下来的资金主要是流入在哪些股票身上呢? 我先跟大家讲讲 第一位的是腾讯 流入了1083亿 第二位是中移动 479亿 第三位是中海油 319亿 第四位是美团 239亿 第五位是港交所 154亿 第五位是北水流入香港最多的股票 流出 即是卖了股票 是哪五个呢? 第一位是吉利汽车 47亿 第二位是长城汽车 19亿 第三位是禁风里业 17亿 第四位是中国人寿 8亿 第五位是中国平安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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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位是流出 正确说 我是語入的流出 这位是组织上市场比较好 北水流入港股 南水 香港资金 外资流入 上海股市 深圳股市 这叫流入流出 个别股票 我叫做正买入正卖出 为什么呢? 流入不得什么 现在就很简单,不要跟别 但当你涉及到我们平时说的 资金净主动买入 资金净主动卖出来就很乱 不如我的做法就是 流入流出就是说整个市场 个别股票是说买入 卖出 你又问,刚才我一直说 正买入 譬如,腾桑 正买入超过一千亿港元 为什么不说正主动买入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经济通的HV2 就可以将股票 在自动对盘的时候 标准自动对盘的时候 究竟正买入 正主动买入 正主动买出 数货和失货 但是这些北水来来 港交所的记录 就只是说出有买 或者沽 就是北水来来香港 我们只可以说 买,减沽 如果是正数 那就正买入 买的金价,减沽的金价 是负数 不是正买出 我们只可以 没有分离主动被动 就是可以挂牌买 可以数货 同样地 可以挂牌沽 或者质 混乱 所以我只说 正买入 正买出 希望以后大家分清楚 然后呢 我们是说一说 这个 今天集中想说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这一张是小时图 小时图上面 看到了 你看到 刚刚过去的一两个交易日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基本上在之前一轮急升 一轮急升 基本上是打横行的 即是高位进行整股 这个走势指数 只不过在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和顶部 中间反复上落 在这个范围之内 反复上落 就没有什么突破 这个形势会维持多久呢? 我认为 维持得越久 就越不利 为什么呢? 如果你维持得久 就表示 很多之前 买了货的投资者 在高位 看见不再升 自然会怎么样? 当然是获利回套 看见不升 再加买 多数投资者都是这样的心态 有利的市况回落 当然 究竟美股何时才回落 我们要看其他东西 当然要看其他的因素 投资气候 也要看技术分析指标 比如我看到这里 暂时再说一次 粉蓝色的是现价 红色的是保力加通道中续 绿色的是SAR 即是说 现在的指数是低于SAR 即是出了极点低位 但是高于保力加通道中续 一口一口 RSI 高于50 利好 STC %K 蓝色的是高于红色的%D 亦是利好 而MACD 的 difference 即是绿色的 是负数的利淡 即是说 一淡两淡 三好两淡 即视图形势 美国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是偏好的 我们看看日线图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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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开始急升一段 今上升势放缓了 但仍然是反复升的 然后曾经试过一个很明显的急跌 急跌是跟港股的 我们曾说的A浪跌浪 互相呼应 之后的B浪 也很像港股 我昨天说过 就是出了一个平势型 不过这个就像港股的科技指数 是不规测平势型 因为它升穿了A浪的起点 之前看到有很多阳烛 最近这两天 刚才也说过 升势放缓了 在保利加通道顶前面 我们看看指标如何 市数是高于保利加通道中续 高于SAR RSI 高于50 STC 虽然%K高于%D 我们留意到 %D已经升到90 即是極度超买 已经是STC 在極度超买之下 如果继续博升 通常都是一般的 超短线投机者 如果短线投机者 应该 就将指站位不断移高 又找位 找机会 分批沽货套利 甚至掉头 到最后 看定形势 没有力升 掉头 分住 板仓造谈 这个是短线投机 MACD方面 是利好 1,2,3,4,5个指标 全面利好 短期仍然全面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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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给大家看过 Excel Worksheet Excel Worksheet 是如何 先看两个重要位 第一个跌到这个位 1月29日的低位 2,985,6.30 2,985,6.30 2,985,6.30 哪里看到的 在这里 这个低位 我现在指了买 它变了 当然 改日子 1月29日 2,985,6.30 是吧 第二个呢 如果这个位 搜不到 第二个位 我们应该来看 这里一个明显的高位 即之前的升浪高位 是多少 是去年9月3日的 2,9191.35 第高位 2,9191.35 我已经把这两个位 大家记住在下面 看到吗 我记住了 让大家留意 接着 这个升浪的 起点 应该是26143.77 看到吗 26143.77 低位 正在看刚才的位 上边 即是这里 然后 暂时 最高的位 暂时 暂时 最高的位 暂时 暂时 最高的位 暂时 是3154.8.77 自如,三十五四 见了三十五四 2.87 全面回落过 这是个小时图 目前推出 3124,4.91 我和大家找出 由于这五个数字之后 好了 我由26143.37 升到这个位置 如果已经看到我们 道径施工业平均指数 一个中期少少的调整 由于升得那么厉害 我们当然第一个位 由于升得很厉害 第一个位 看 0.236 就是30268 接着就看 29480.41 再看28843.32 如何升得那么厉害 因为准备升得厉害 我们就有理由懷疑 他可能由 26143.77 那个升浪 还未完整 所以稳定点 0.236 就算了 平时我们看这三个 现在看这三个 真的信号转差 我们先看 0.618 200倍的 梁特斯蒂芬目标 就是2206.23 那我们知道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计法 就是这里的高位 曾经见过的高位 A浪的起点 在哪里呢 不如我们看周线图 看完日线图 看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A浪的起点 就是网纳的高位 31272 不是 这个呢 3123 这个呢 3123 不是 31193 还低 31193 31231272 好了 没错 原来这个A浪是怎样 31272 31272 3127 我先看 3127 3127 定一对 稳定点 没错 再定一对 3127 2.22 3127 31272.22 曾经下跌过来的 A 浪中点低位是 29856.30 29856.30 就是下面这个 我将这个抄上来 为什么要抄上去呢? 31272跌到29856 就是 A 浪 B 浪如果是不规则平勢型 将会是这两个目标再升 3166.38 31813.10 那就是未到的 如果再升 如果要站稳的话 升突一点就不算 31813.10 我们假设这不是 ABC 浪 这个是由这个开始 由这个29856.30 开始 由这个新升浪开始 我们就这样看 看完分析指标之后 我们就再看周线图的指标 看完量度升跌幅之后 计算完 量度升跌幅 如果您看周线图 保力加通道顶前面 还有一些上升空间 还有的 放置一条通道顶 加上通道的中族 都是上移着 有利市况反复再升 就是说 二升难跌的暂时 都是我说中线 短线调整 刚才说了 我期待中线 仍然是反复再升 仍然是二升难跌的市势 指标指数 是高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高于中族 也高于SAR 这个利好 这个利好 这个也是极度超买 但是 留意 %K已跌穿了% 即是说 已经发出股空讯号 中线 不过 要等%K 即是蓝色那条 跌低于90 才是初步确认 跌低于80 就接近完全确认 我不敢说完全 是接近完全确认 当然作为投资者 或投机者 都假设他确认了 根据方向去做 MACD 就是正数 即是说 5个指标之中 1个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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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淡 仍然是利好的 GSTC 通常都是 第一个 发出 真正 转向讯号 的指标 所以 既然%K 跌穿%D 大家要小心一点 最后 我们看看 月线图 M 月线图 月线图 今个星期 收视位 是314 500.99 314 500.99 是给 保力加通道 顶 316 5 1.69 是为 低 即是 收视位 是回到 保力加通道 顶下面 就是这里 不过 也比保力加通道 中座更高 所以依然是利好 高于SAR 利好 RSI 利好 RSI 升穿下降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一早升穿了 STC %D 还未上到极度超买区 只是在超买区 %K 上到91 91.69 sorry 1.6442 然后 MACD 也好 美股长线 仍然是显著向好的 这些形势 这个就不用问一定是长期三浪 升这么久 十居期九 九 都是长期三浪 之后 这些的调整位 这个我当作是4 现在是5的机会很大 5浪 的机会非常大 稍后 稍后 再继续 再继续 初步继续 美股的长期升浪 目标在哪里 暂时 由这个市场 我觉得是短期 调整 即将来临 免得影响大家 心理上 觉得不怕 你长期有这么多 充饮买了先 有买贵 没有买错 这个我不建议 那 我不建议大家 这样做 那 今天的分析到此为止 明天我们星期一 我们就上 投资影音教育 就是散户短筹股票获利之道 第六货 多谢各位收看